其實對我而言最符合心裡面的心情的代表字是英文的 disappointment 那當然翻成中文大家會說失望是兩個字 那如果真的要用中文的話 其實就是嘆 嘆氣的嘆 我相信理由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為了很多價值在奮鬥的朋友 他們對於很多事情的結果感覺到很失望 對於我們的政府在很多政見的旅行上面 大家也覺得非常的失望 人是困惑的禍吧 對 那我覺得主要原因當然是 我想人民都還是希望台灣持續進步啦 要有改變 但是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怎麼選擇 我想大家心裡都有蠻多的疑問的 那到最後做出來選擇的結果 我想會不會對台灣更好 大家也都會有 也都還是在觀望嘛 如果從選舉結果來看應該是變吧 改變變 我想就是人民求新求變的這個 心情跟期待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想用變這個字 其實對政黨的眼可能有輸贏 可是我想人民希望是能改變 求新 求新這個新字 就是說 其實大家對於現狀都是不滿意 那希望有一些新的變化 那我想新這個是可以代表人民對經濟上 民生上的期待 2082代表製我選換 換人的換 經過今年發生很多的事情 包括政府用很多的政策來換選票 包括我們的能源政策 用觀塘換升奧 觀塘上升奧下 很多能源政策反反覆覆 包括今年底下是場選舉 很多民眾民心思辨 希望能夠換人做做看 所以換人的換我選為今年的代表字 2018年我認為是那個飄啦 對 北飄或南飄或西飄 對於這些年輕人的就業失業的問題 還有到出席找工作 然後到北飄西飄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飄是最能夠代表2018的這個字 2018我覺得是苦字 因為所有的人民大概不管日子苦 或者在心情上面 各方面對於政府的施政 對於生活 對於經濟 對於各方面我覺得是一個苦字 可以做代表 我心中冒出來是一個廠字 就是工廠的廠 因為今年很奇怪 東廠西廠南廠北廠紛紛出現 害得大家都心神不安 窮吧 因為大家都沒有賺到錢 所以都很窮 那一旦窮又是悶 所以呢 我覺得整個2018年看起來 整個國家的經濟 百姓的擔憂 都是這個窮字吧 假 讓我感受最深的是 這一年來真的是充施太多的假新聞 所以真的讓我感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我們現在要趕快來處理 因為我自己也是假新聞假消息的受害者 所以我真的非常肯切的期待 也就是我們的行政單位要趕快來處理 散播假消息的人 散播假新聞的人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法制程序來處理 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 2018年我覺得台灣需要安定安人心 用安字來作為代表字 假這個字 因為到處衝刺的假訊息假新聞假消息 覺得好像很多你搞不清楚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就會覺得很假的感覺 如果我自己選擇我會選擇一個類字 因為看起來大家都很累 包括選舉很累 包括人民生活也很累 那確實需要休養生息 那大家趕快再振作起來 年度的代表字我挑了一個我最不想 但是我真的是覺得是台灣的社會的代表就是假 那我也期待台灣政府還有人民 大家面對這種假消息假新聞的時候 大家還是有一個分辨的心 能夠去判斷哪一個才是真的 哪一個才是真正對台灣好 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收看新影片 點擊優房影片欄還可以觀看更多喔 啞唷 啞唷 不錯 sait Pata выступ 感谢观看